Hello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最近在拍YouTube 那有些人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想你干这个来 这个说来话长 我小时候爱玩游戏 我爸看着我眼韵就跟我说 你别老觉得你自己打游戏挺厉害的 就觉得自己辈聪明 真正聪明是那帮做游戏的 当然我也想 哎呦,活力 然后接着健康打游戏 后来慢慢就上大学就不打游戏了 为什么呀 看YouTube 这玩意儿真上瘾 他永远知道你爱看什么 然后一直就看看看看看 但后来慢慢看着看着没意思了 想想当年老爸他们教你来的 看别人没意思 自己拍不就有意思了吗 然后你们就看见我最近传的这些作品了 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断更了 哎,这件事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什么 是因为呀 我最近几个月迷上了Point Hub 当年老爸他们教你来的 看别人的没意思的时候 就自己拍去呀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Point Hub频道 链接放在正下方 有兴趣的点击去看一下 今次就聊聊聊咱们下次见 刚才那是一段子 你们可别当真 我没真的去拍Point Hub去 那我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开始讲断的了呢 其实我这个是一个剧场的表演形式 叫Stand Up Comedy 是单口喜剧 也是脱口秀 也有人叫脱口秀 那我看的这个节目觉得 感觉挺有意思的 而且渐渐的开始喜欢上这种表演形式 所以想自己呢尝试一下 而且我可能以后会有可能吧 变成一个兴趣 如果真的喜欢人这事了 然后点的多了 没准会多传一些给大家看 我主要看的是那个叫Jim成建斌 他这人比较有意思 他就跟咱们在酒吧街看那些歌手 我约队赶场似的那种 跑到一个叫OpenMight的场子里去讲脱口秀 然后他会把在讲之前的一段Vlog 和讲完脱口秀之后一段Vlog 一起传上去 然后我就可以很立体化的去了解一个 就是脱口秀演员到底是干嘛的 怎么做这件事 然后怎么去表演的一些东西 同时也了解到对于脱口秀的一些 背景知识的这个信息 我就听到两个关键字 也就觉得自己好像开窍了一样 一个是setup 一个是punchline 然后当时一听 在回顾他讲的那个脱口秀的节奏 大概其实就是 那个few就有了 就是相当于一个铺垫 一个引爆 一个铺垫 一个引爆 然后你再把这两个节奏 互相的这个这个节奏掌握好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段子 然后突然间就有灵感了 就把刚才这个这段这个段子 就想在脑子里了 回来赶紧写下来 就拍出来了 然后另外就是 为什么我开始喜欢这个表演形式 是因为感觉这帮人跟YouTuber 其实挺像的 他们经常自嘲 或者写段子里有的就是 讲到 其实讲脱口秀 是一种孤单 因为什么呀 一个人 一个架子 一个麦克风 这场子归你了 然后你在这儿 多不多多讲 底下人在那儿 非常嗨在那儿笑 但是你又不能笑 其实挺孤单的嘛 但其实心里是美的 心里是高兴的 就像我现在在做这个 视频的这种自媒体 YouTuber 是吧 其实也一样 就是我一个人 一个架子 一相机 我就在这嘚嘚嘚嘚嘚 现在也没什么人看 其实我觉得 但是心里就想 那以后渐渐的 自己坚持下来 努力下来 然后渐渐有很多人喜欢你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所以我就 就觉得 还是要坚持下去 然后突然间发现 自己断工挺久的了 正好也写到我的 那个punch line里 挺好玩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我没准还真的会 多拍几期吧 欢迎大家敲碗 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吧 咱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